脑婆怀孕期间男人千万不要出轨 不然你爽了一时 你的孩子真的会被你害一辈子 我今天就来跟你们讲讲专业的研究 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表明 在女性怀孕四到十周的时候 妈妈的情绪如果过度的不安 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吐唇 到了怀孕四个月左右的时候 胎儿的大脑边缘系统开始形成 这时候胎儿就会跟着妈妈一起体验人类的情感 当妈妈生气难过焦虑的时候 宝宝也会觉得无助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些症状都可能影响到孩子出生后 与外界接触的能力情绪上的发展等等 还有在对怀孕18周到32周的孕妇进行的跟踪调查 发现沮丧和焦虑程度高的孕妇 他们生下的孩子在四岁左右 容易有不稳定的性格和脾气 比如过度的活跃 思想无法集中等等 发生率也是其他宝宝的二倍到三倍 这些在妈妈肚子里的伤害 等以后天想弥补 要花费的精力和金钱 真的不是简单的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次的咨询 孩子母年级的时候 就因为有个同学不和他玩 回家就开始自残 但是这个孩子家庭氛围比较和谐 他妈妈在他出生后就跟他生活离婚了 不掉两岁的时候 他的继父就跟他一起生活 继父脾气特别好 对他妈妈也好 对他也好 他生活的家庭真的是很好的了 可为什么这么好的关系的家庭 孩子也会这样 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往前面找原因 结果发现他妈妈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他生父和别人暧昧变心 他妈妈一下就崩溃了 崩塌了嘛 老公不值得信任 这个家没办法待下去了 然后在快要生他的这段时间 他妈妈真是整天整天的哭 哭了快两三个月 虽然他老公愿意回归 但他这个情绪一直过不去 生完孩子过后 产后孕育又很厉害 孩子半岁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而且在他一岁之前 特别难待 不能离人 安全感很低 夜哭还很严重 虽然后来他妈妈再婚 父母都没有打压 责备过他 但他无意中 就是会不断地讨好别人 所以有一些男人 你别觉得孩子在老婆肚子里 你对孩子没影响 因为你伤害的只有你老公 其实你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后代 而孕妻发现老公不老是怎么办呢 为孩子着想 你就要用尽一切办法 保持住自己的情绪稳定 我知道很难 很不好受 但是咱们先把保孩子和你的健康 做到守卫 然后再想想办法收拾你老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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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吟转太转术 保持住自己的检划